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是什麼事來的 你這裡幹什麼 我去吃 你幹什麼啊? 關什麼啊? 不做啊! 以後幹什麼啊? 不要煩我了 好大壓力啊! 我快瘋了 你到底幹什麼啊? 好大壓力啊!難道不發洩嗎? 但壓力不是這樣發洩嗎? 不如我們聽下駐校社工葉美怡姑娘怎樣說 其實有很多同學面對考試都會覺得很大壓力 大家有沒有想過壓力是怎樣來的呢? 可能壓力上面會在你考試前或者考試中間都會出現 而這件事大家就要去想一下 其實考試面對壓力的時候 我們要注重身心靈三面三方面的發展 身心靈是什麼呢? 身體其實都是一些老身嘗談的事情 其實就是你有沒有好好去安排你的作息 有沒有定時 那去休息呢? 除了作息之外 好老身嘗談的一件事 其實就是喝水 有很多人都可能會忽略了這件事 如果你不充足的水分 其實都會令到你的大腦 會有養份不夠啊 或者人不清醒啊 各方面都會表現差了 也有可能會令到你個人會很緊張 所以當你面對去考試之前 你有一個準備 考試期間 你都會好好去看好自己的身體狀況 其實都會幫你舒緩了不少壓力 剛才說到除了身體之外 也都有心靈方面的東西 其實心靈上面 靈可能是關於一些宗教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信仰 或者一些價值觀 但是心靈加起來會是些什麼呢? 其實都很講求 你自己會不會懂得去定一些目標 以及計劃 如果很多時候我們會聽到 有很多人對我們有一些期望 可能是爸爸媽媽 或者一些長輩 又或者甚至乎是老師 又或者跟同學之間一些比較 這些期望或者一些說話 當我們真的很體重這些東西的時候 都可能會為自己帶來一些無形的壓力 甚至乎是有形的壓力都不定 所以這件事都要在大家面對考試之前 大家要好去調整自己對於自己表現的一些期望 如何去定一些目標 甚至乎落實一點去做的時候 就是如何去計劃一個時間表 讓你自己好去分配一些時間 希望以上的一些意見可以幫到大家 如果可以去看適應 如果可以去看適應 就是這件事